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雅逸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台北政坛风起云用韩国瑜出任院长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立法院长之竞争中 只以些微票数登上院长宝座 在此同时江启臣也当选为副院长 我们要在此向他们同事也是校友之院长副院长 表示由衷之祝福 台湾近期之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民进党已得票40.5%继续执政 而多数选民仍然希望新的政治变革 但是民进党仍然继续掌握政权 而韩国瑜在万难之情势下为国民党颁回一城 台湾在未来多变之国际情势及中美台关系 必然占有极其敏感和重要的地位 我的美国友人不论是政界精英 或者是泛夫走卒亦提起台湾 绝大多数都担心台湾未来之前途 有的甚至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韩院长你的责任太大了 台湾是否得救 海峡两岸可否和平 全靠院长之智慧和努力了